于封城同志 力争战好 领导现在有话要说 小爷我是什么鬼德性你也清楚 肚子里没有几滴墨水 但我今天打算说几句煽情呢 不许笑 说起写信 你大概不知道 那时候咱们每次出任务 我其实都写过给你 虽然那阵想的更多的是 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去 就算咱俩刚打完架 我还是写了 如果我真的那么不幸运 有一天不能活着回去 我希望 你是作为战友陪同 去通知我家人的那个人 不过小爷我是谁啊 有这么张主角标配的帅的人 老天爷肯定舍不得 我知道 你一定也写过给我 在每一次出任务以前 说这些呢 是因为我无比清醒 当年的我们都没有收到过那些信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好歹有一次 我写给你的信 不再是通过另一数的方式 所以你给我听好了 小爷我难得正式夸你一次 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什么好词 毕竟你这人呢 总是欺负我 还老是不在家 除了长得比我帅点 高点 对我也挺好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 但是 谁让我喜欢你呢 你是我真心实意承认的男朋友 这话要放几年前 我自己都不相信 真的 我清楚我对任何男人 都不会有感情 只有你 我偏偏是你这个傻心 我前二十年活得太浑 那个时候一直在想 你是不是上天 专门排来治我的 原来你不是我的成本 你是我的幸运 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就是那天他上那趟火车 于封城 我从来都没有认真喜欢过谁 现在想想 还是我的初恋呢 既然我俩都是初恋 那就证明我们是天生一对 对不对 我和你说 我最不后悔的事 就是和你相遇 我有没有和你说过 你其实挺会讲情话的 谁让小爷我就吃你那套呢 以前总觉得我们之间 没有据像样的情话 谁也不肯先开口 也不知道是在跟谁较劲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着急请假回家 为了我的生日 我在你的行李箱里放了新的呼吸 你那腿可别着急跑回来 比起你回不回的来陪我过生日 我更在乎你全虚全伟健健康康 知道吗 这是领导布置给你的任务 你必须保质保量完成 我也想你保证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最后 我想和你说的是 我们都要平安喜乐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 在我们的家里 在你的心里 新雨 2021年3月26日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